有点十字构 有了有了有了 连续两位日本选手相继来华挑战 结果都被中国猛虎江湖搅晕 日本观众看了比赛过程也是非常生气 认为杨建平一定用了卑鄙的手段 才将日本选手击败 心怀不满了他们 再次派出日本MMA冠军古山文龙 出场时非常兴奋 面对镜头呲牙裂嘴 丝毫不把中华虎放在眼里 杨建平则是非常低调 一定要在自己的主场拿下这次比赛 给日本选手一点教训 比赛开始后 杨建平就主动出击 将对手逼到角落 突然日本选手抡出百拳攻击 杨建平躲开紧跟后手拳击腹 直接下前搂抱带向另一边 直接一记半腿摔 将日本选手带入地面 占据了尚未压制 不停地调整自己的把位 日本选手地面技术也是非凡 使出拱桥想要翻身逃跑 杨建平健壮再次摔倒在地 转换对自己有利的位置 将屁股对准日本选手的脸 杨建平也是非常生气 没有过多的做动作 坐在了对手的脸上 气得日本选手呲牙咧嘴 做这个腻巴 这个是对方喜欢做的腻巴 没想到杨建平也会 是是是 好 可以地面技术 哦这个 此时日本选手躺在地上 坐着龟缩防守 杨建平无奈使出乾坤大裸衣 将日本选手翻身 紧接着抱头搂腿 将日本选手牢牢地控制住 想要尝试过腿 不料被日本选手双腿夹住脑袋 险些被对手降服 杨建平有可能抱摔吗 但是这个 古山温柔 杨建平在试图击达 对 受击达 这个中国格斗 在地面格斗 中国格斗实际上是非常凶险的 不管你是否优势 随时也会陷入险境 杨建平占据其成位 对准日本选手的脑袋砸了几下后 并没有过多纠缠 而是立马转换把位 想要施展手臂十字步 日本选手则是顽强抵抗 但杨建平已经下定决心 岂能让他轻易逃脱 日本选手在坚持了几秒后 表情非常痛苦 无奈拍手投降 裁判也是立刻终止比赛 现场观众顿时欢呼鼓掌 日本选手躺在地上没有缓过来 杨建平不愧为中华湖 直接将日本选手的胳膊险些掰断 为杨建平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观看